《五眼保綱》的專欄《正經年代》 今期的標題是 負資產逼近20年新高 恐突破4萬宗水平 樓價在過去兩年累跌超過兩成 負資產個案亦隨之大幅回升 金管局最新資料顯示 上季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數升至25,163宗 較去年第三季的11,123宗 案季急升了1.26倍 創2004年第三季後近20年新高 事實上近期負資產個案急升 軟的原因要數2022年 由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放寬高乘數按揭 由1,000萬升至1,200萬 業界俗稱為波叔Plan 到去年7月金管局放寬按揭貸款比率至7成 為首次放寬按揭乘數 加上買家透過按揭保險 很容易就借足樓價九成 說上加商的是 雖然整體樓價比起高位只是調整了23% 但過去六、七年購入新盤的買家 很多都附上高日價 目前下跌三、四成是很普遍的現象 這些都是推高負資產中數主任 對於負資產中數突破2.5萬宗 金管局副總裁袁國恒表示 當樓價調整時,負資產數字就會增加 這是計算上的結果 上升已經在預期以內 對銀行而言最重要的是拖欠比率沒有上升 當局說 按揭保險計劃下的貸款最新拖欠比率只有0.02% 比銀行業整體按揭貸款拖欠比率0.08%更低 顯示按保計劃的貸款質素十分良好 銀行按揭業務風險可控 他們又補充說 上季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數顯示上升 主要是由於本港樓價 去年第三季按下跌5.2%後 第四季再跌5.2%所引致 對於樓市近期交頭偏淡 樓價反覆下滑 外界不時有聲音要求減辣 阮國恒強調 不可能時常調整按揭政策 但金管局會密切監察市況 負資產三個字對於香港人而言可謂猶有如貴 事關背後涉及長達五年多的通縮週期 當時經濟環境惡劣 20年前曾經導致不少奪命慘劇發生 2003年負資產超過10萬宗屬於歷史高峰 當時失業率達8% 負資產拖欠比率超過2% 現在不幸之中營算正面的因素是 現時供樓人士的持續還款能力較以前高 目前負資產個案拖欠比率近乎0% 失業率維持2.9%的低水平 實質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都仍然低 但是我想指出,以負資產中數目前佔全個案揭市場中數的4.29% 比率不算低 當然,單單負資產本身不等於已經構成問題 負資產數字攀升不代表業主無力供款 只要定時定後償還按揭債務 一般相信銀行是不會隨便收借 要求負資產業主立即存額還清貸款 否則就沒收它的抵押品、物業單位 因此,負資產個案急升 暫時的影響只限於心理層面 不過,一旦就業環境惡化而導致斷供率上升 銀主盤增加才會增加實質負面影響 去年彭博發表了一篇標題為 即使八折賣樓 香港銀行仍難以出售銀主盤當中引述中原地產數據 香港9月代售的銀主盤達271個 較去年同期增加了36% 也是自2009年以來單月最多 創14年新高 原因是,隨著債權人接管物業的數量增加 拍賣銀主盤的情況就變得更普遍 儘管如此,樓價持續下滑始終帶來憂慮 加上股市有不振,新股上市中數下滑 部分中環的金融界和銀行家已經面對財源減薪壓力 如果無法扭轉逆境 日後說不定對於負資產業主真的造成具體經濟壓力 股市下跌一半對大部分人來說未必有影響 反而樓市急跌 負資產特別是中產階層的影響就很大 以2003年最差的時候 樓價下跌65%的時候就催生了超過10萬個負資產 現在樓價只要由高位下跌三成 過去兩年已經回落了23% 業界普遍預測今年會跌多一成 負資產中數到今年年底應該就會去到4萬宗甚至更高 除了地產界,近日不少政黨甚至支付全結基金 都呼籲政府應該盡早撤銷樓案辣椒 避免負資產續增 以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潛在供應為10.9萬火 按季增加2000火達到歷史高位 顯示經濟情況未見好轉下 新盤貨美單位數目持續增加 新盤傾向以低價開售 一旦形成越遲買越便宜的心態 潛在買家族持觀望態度 也反映了去年公布的減辣 未必足夠提振交投以維持市場穩定 當局有需要考慮減辣更多 甚至完全撤辣 據團結基金估計 燃樓新盤貨美達到近年高位的2萬火 在建未售的新盤數量也達到7季新高 顯示未來這幾年 香港私人住宅市場可能面對不少去庫存壓力 發展商在市場不穩的環境中調整供應步伐 在供需兩方都缺乏信心的氛圍下 有機會會形成負面循環的不利局面 更令人擔心的是 樓市狀況正在加快轉差 即使財政預算案可以全面撤辣 恐怕亦會像去年施政報告後的樓市表現 政府是越舊市反而跌得越快 摩根大通一項調查顯示 投資者對於香港房地產市場持悲觀態度 沒有人看聲 但至少不是非常看淡 摩通相信樓價下跌的趨勢將會持續 現在即使政府取消額外印花稅 疲弱的宏觀經濟仍然可能壓倒政策寬鬆的影響 我在年多前已經讚民提出過說 政府官員掌握舊市的時間往往都是非常差 而從歷史上看 政策寬鬆無論如何都無法推動有意義的反彈 反而因為好消息進出 有機會造成樓市加快崩潰的最後一斤稻草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資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